我的哥哥充滿著理想 他一直很努力 他總覺得別人是好人 在他腦袋裡 他是亞斯伯格陣 一券再券還是患得 這場面柯美蘭越講越不捨 數度流淚 三位國民黨穿了皮鞋 而我的哥哥穿了黑色的副鞋 我其實有提醒我哥哥 不要逆視鞋商 有多委屈 柯家仁一出面 體科文哲抱不平 柯吼 對賴蕭 你支持 支持一樣的回答 我們只支持侯柯 民調結果出午前 柯媽媽說這張叫戰紙條 上頭寫到 若接到電話 請回答支持侯柯沛 讓他滿腹怨言 你就說明說真的 不可以有一點點氣格 那不是民調 你們就決定說你是真的 你就再宣傳說 你就說侯柯 人家說柯虎 你是什麼意思 如果大家公民最富的最強 哪有關係 我的鼓勵說不要選 還是鼓勵自己選 柯媽大探不如乾脆別選了 而柯文哲太太陳佩琪 臉書發千字文 先生坦言自己不贊同民調領先者 要讓3%的條件 質疑六點共識 究竟是只想贏過對手 還是找到最有可能勝選的組合 很多人問他 你先生為什麼選擇 這樣退讓 他左思右想 認為只有一個理由 就是他不願人民再受 民進黨荼毒 柯家人潸然淚下 踢柯文哲說兩句 但穩住支持者情緒 可能更要緊 TVS 陳冬詩 貝比台北常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